判断众生是否身息唯一标准或标准是头顶热对吗 我属建文的注念团队 在宣说他们注念结果时 有的不说头顶热 有的多是强调身体柔软 顺便才提及顶热之事 我觉得不妥 应在宣说时以佛经为准 请开始 佛经是谈到人神是离体的时候 脚板热可能就下地狱 乞丐热可能就会到畜生道 腹部热可能就到恶鬼道 胸口热就可能到人道 眉间热就可能到天道 头顶热可能到圣道 是谈过这个 但是这个也不能绝对化 这是在通图佛法的立场 谈神是离体的情况 但净土法门它有它的特别之处 你当然头顶最后 头顶热 身西方 它肯定是一定的 但这里你不能说 头顶不热 在其他部分之后 它就没有身西方 这个话又不能说 我们的神是从哪里提 它是 夜阴复杂 情况众多 对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形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的原因 但是我们还是要转换一个立场 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的立场 阿弥陀佛只要现前 那大部分是从头顶出 那就从其他地方出 阿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摄取不死 你无论从哪个部位出 阿弥陀佛都能够把我们紧紧设住 安立在灵台里面 更共还有中阴身 你就灵命中是那口气 没有闻成硬患 没有成就往生 但是中阴身阶段也有可能往生的 那中阴身阶段 你就更谈不上哪个部位热 哪部分凉的问题的 所以不能把头顶热 作为判断是否往生的唯一标准 尤其你不能说 现在有些住念团就很执着这个 他就人家还没有断气 就摸这个摸那个 你不是太折腾人吗 你不能搞这个 你搞这个人家没有断气 你摸这个摸那个还要测量 让他生烦恼 你一生烦恼 让人家动念头生烦恼 反而是障碍了 你就好好的劝导他 保持正念 兼顾怨离帮他住念就好 其他热不热 自知度外 以后再说 以后你说这个人能不能往生 你也不能说 头顶热不热作为标准 那是一个辅助条件 不是决定条件 决定条件还是看他 是不是由身性切怨成名 还是在这个基点上来加以判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